Hello,各位同学和家长们,大家好呀,我是来自inAmerica的Sony老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inAmerica在美国际教育主办的K12名校录取分享会。 首先呢,我仅代表inAmerica的全体导师,感谢您对于我们团队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将由我作为今天活动的主持人和翻译,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 在我们分享的期间呢,希望大家可以把话筒调为静音模式Mute。 接下来呢,我想分享一下今天分享会的整体流程和内容。 我会与大家介绍我们本场讲座来宾的基本信息,今年inAmerica团队私校录取的基本情况, 以及我会介绍我们拿到录取的孩子们其中要去的三所非常优秀的学校。 我们还安排了学生分享环节还有顾问的分享环节。 我们即将通过访谈的形式,让孩子们从第一人称视角来分享他们的申请经验以及心得。 我们作为顾问老师呢,也会进行一定的补充说明。 最后还会有一个Q&A的问答环节。 欢迎您把想要咨询我们的问题发在群里或者是Zoom的聊天界面当中。 那首先呢,我们非常开心的跟大家介绍, 今晚会有两位学生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两位顾问老师, 一起跟大家分享我们去年申请记的成功案例。 我和Nikolas老师都是我们K12团队的顾问老师。 我毕业于编辑法尼亚大学。 Nikolas老师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我们有多年的美国私立学校申请走读学校和寄宿学校, 我们都非常的有经验。 我们非常开心和荣幸能够加入孩子们的教育旅程,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提升个人能力, 并且进入他们理想的学校。 So hi Nicholas,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everybody? Hello everyone, hello from New York City. My name is Nicholas Edwards. I am a K-12 admissions consultant here at In America Education. Of course, I work here with Sunny. A little bit about me, I graduated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with a major in sociology and a focus in education. I've worked at a number of private schools, mostly in New York City and the New England area, specifically Connecticut, and I've held different positions as a kindergarten teacher, an admissions screener, and an associate director of admissions. And so pretty much to my clients, to my future families possibly, as a consultant, I bring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in terms of the admissions process, interviewing skills, and just tips and tricks in order to navigate the admissions process. So I'm excited to be here today. Thank you, Sunny. Yeah, thank you, Nicholas. So I will do the translation for everybody. 接下来帮大家分享一下刚才Nikolas老师说的内容 老师说首先呢非常高兴的见到大家 老师目前呢是在纽约 所以是来自纽约的一个问号 那么老师之前是在哥文比亚大学读书 然后他之前的专业呢是社会学以及教育学 那他之前有在咱们纽约地区以及康尼迪格州的地区的 多个私立学校有过教学经历 也有过我们的招生经历 那么老师之前呢还是一个纽约私立学校的招生处的副主任 对 所以说呢老师希望他可以通过 他非常丰富啊 而且还非常有价值的这样子的教育经历 以及招生的相关经历 可以帮助到我们未来的学生 在他们的申请当中 帮他们去做好各方面的计划和准备 然后呢帮助他们进入到他们的梦校 另外呢也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今天来参加活动的学生 一个是Mary 他是我们十年级的申请者 目前就读于上海的国际学校 另外一位呢是Oliver 他是咱们九年级的申请者 目前就读于美国新泽西的学校 那么我们团队近年帮助Mary Oliver 以及其他多位申请的申请的同学 从申请pre-k 也就是学前班 一直到申请高中 也就是high school的学生 帮他们拿到了多个美国顶尖私立的走路学校 还有寄宿学校的offer 其中包括span school 斯塞宾学校 Bright Country 莱尔乡村学校 Horace Mann 霍里斯曼学校 Pingring School 宾格利学校 Newark 纽瓦克学校 Petty 佩迪中学 Master School 麦斯特学校 还有Kempschool 肯特高中 Hopkins 霍普金斯学校 Bronswick 布朗斯维克学校 当然我在这里说的不是全部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学校的offer 都是今年我们的申请者算是有一个大满贯 那么在接下来的分享当中呢 我们会着重于分享这三所非常优秀的学校 Horace Mann 霍里斯曼学校 Newark 纽瓦克中学 还有 Petty 佩迪中学 那么首先呢 我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顶尖私立学校的一些基本信息 还要给大家参考 首先呢 是我们在屏幕最左边的Horace Mann School 那么这个学校呢 霍里斯曼学校是一所位于纽约的走读学校 它创立于1887年 从幼儿园到高中 学校都持续性的非常重视孩子要拥有清晰而富有创造力的思维能力 所以他们开设了一系列非常富有挑战性的课程 学校优秀的教员水平和丰富的教育资源 可以说是文明世界 那么Horace Mann呢 也是全纽约地区排名前三的私立学校 同时呢 它也是AVI Preparatory School League 就是长青唐育科高中联盟的成员之一 非常优秀的一个学校哈 另外呢 在我们中间您可以看到New Work Academy New Work Academy呢 纽瓦克中学是位于新泽西州 也是一所走读学校 它提供的是初中和高中 也就是六到十二年级 学校的历史非常悠久 始建于1774年 它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承 强调学生的性格品质发展 致力于培养他们成为终生学者 老师们呢 学历都非常高 而且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New Work是新泽西州 第一所提供IB课程的走读学校 非常的国际化 另外一个呢 是在我们屏幕右边 Petty School 佩迪中学 它其实跟New Work这个中学呢 地理位置非常的相近 都是位于新泽西州 那学生在佩迪中学可以灵活的选择 寄宿或者是走读 学校创立于1864年 他们专注于九到十二年级的高中教育 他们制学也非常的严谨 学校占地面积呢 有230英亩 非常的宽阔 学生呢 有机会在湖泊和树林环绕的校园内 开展丰富多彩的这个课外活动 比如说高尔夫啊 游泳啊等等的 那么 Petty School 今年的这个下校项目呀 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我们今年呢 就有多位学生选择申请了派地的下校 我们团队呢 也帮助他们成功拿到了这个下校的录取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三个学校的学生 他们历年来 大学的走向其实都非常的优异 他们有多位学生去了康奈尔啊 普林斯顿啊 耶鲁哥大 宾大等等 这些世界知名的大学 那么希望我刚才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让各位来参加活动的学生和家长 对这三所私立学校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学生分享的环节 我们呢 会以这个问答的采访的形式 来采访一下我们的Mary同学 以及Oliver同学 那么我也会要做这个相关的翻译哈 OK so hi Mary Hi Oliver So c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to everybody Do you want to go ladies first Hello 大家好 我叫Mary 现在读十年级 然后我录取的美高是 The Petty School在新泽西 然后我主要的靠 兴趣爱好是游泳 我已经游泳专业训练已经十年了 九到十年 然后我比较感兴趣的科目是 英语 历史还有经济 OK Sister Mary OK so Oliver do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briefly You can use English and that will translate for you Hi everyone my name is Oliver Tong I'm currently in eighth grade And I go to Heritage Middle School in New Jersey Some of my hobbies include art Which I've been doing for about eight years now I also enjoy swimming competitively Which I've also done for about eight years And I also enjoy developing video games and computer science And my favorite subject for school would probably be science OK thank you 是这样的哈 因为咱们Oliver同学是美国这边的申请者 所以我会帮他来做一下翻译 那么Oliver说他的名字叫Oliver Tong 他目前就读于新泽西州的 Heritage Middle School 是一个中学哈 那他目前是一个八年级的学生 他跟我们团队这边是申请的九年级 那他的课外活动呢 他非常的喜欢艺术 他这个画画不管是这种传统艺术 还是说我们的这种数字画的线上艺术呢 他都已经做了八年了 那么他同时也在做这个游泳 他的游泳竞赛 游泳比拼和游泳练习 也做了大概八年多了 那么在课外活动方面呢 他非常的喜欢就是来研究这种 怎么样去写这个编程 然后来设计这些游戏哈 那么在学校的课程里 他非常的喜欢科学课 OK Thank you Mary Thank you Oliver for introducing yourself So the second question for you is that Could you share the most rewarding thing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那么第二个问题给两位同学呢 就是说在他们整个申请的过程当中 有哪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OK So do we want to switch up Do you want to do Oliver first for this question Yeah so the most rewarding thing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I'd say it's probably like the skills and like the experiences that you gain from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Because from applying to the schools you learn a lot of different skills including like how to write essays and like convey your ideas And how to like be more confident when you're talking to peopl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rewarding Because these are really important skills that you can use like not just for applying to schools But also for like like when you go to school Like when you're talking to teachers and completing assignments So yeah I think that's just really rewarding Yeah thank you Oliver That's really good 是这样的哈 Oliver同学说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他认为他获得的这些技能和整个申请的经历 对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过程 那么他认为申请学校呢 不只是我们走这个申请的流程本身哈 那他还学到了怎么样去提升他的这个写作技能 对吧 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和这种ideas去很好的表达出来 并且让他的这个观众可以感受到他的想法 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教他面试啊 培训他面试技能的过程当中 他也逐渐的获得了自信 对吧 那么这些技能以及他的一些经历呢 对他来说都不只是可以用在申请当中 那么未来他的学习生活当中也是可以用得到的 OK 那么谢谢Oliver同学的分享 Mary OK 所以我非常同意Oliver说的 我在我觉得我同时也在这个申请过程的 也获得非常多的技能 比如说面试技能 我觉得我这次application的时候 面试技能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我以前其实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 但是我觉得在这次学到了很多很多 怎么样展示自己 怎么样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 然后让学校就知道你的想法 同时我想分享两个非常在申请过程中 我认为非常rewarding的两个节点 首先呢我认为就是提交申请的提交application的那一刻 我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 因为我在这个整个申请过程写文书准备面试 考SSAT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交申请的申请书的这一刻 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 还有呢就是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收到offer的时候也非常有成就感 因为可以看到学校对你的认可 总之呢这整个过程 这整个申请的过程我认为就是 获得了很多新的技能 比如说面试的技能 同时也在收到申请收到offer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肯定 同时也是为你自己努力 得到的一个学校对你的认可 对的非常好 谢谢Mary同学的分享 So Nicholas do you have something to add? 咱们这边 Nicholas老师呢 也是有一些想要添加的内容 I do So yeah you know especially in terms of Mary You know I was Mary's consultant We were working together for about three to four months You know just very heavily for a good amount of time together And so Mary was putting in a lot a lot of work There's a lot of work that goes into this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time management And so to do this whole entire process for three to four months You have to imagine when you're waiting for these offers to come in You're a little anxious You're a little nervous You're excited all together And so I remember it was about 3 a.m. in the morning for me Eastern Standard Time And I think that was 3 p.m. for Mary And she got her acceptance letter And somehow I was up this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I just remember like feeling so happy for Mary So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parts That have happened in the process Sunny I'll let you translate that Then I have one more thing to say Okay sure Is that Nicholas老师首先分享了 他之前跟咱们Mary同学一起共同经历 我们准备这整个申请 是进行了大概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那么确实在这个申请过程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work 有很大的这个工作量 而且是非常多的细节 我们需要去重视的东西 那么在这之间呢 老师也帮助Mary同学 一起去提升了他的时间管理能力 然后呢帮他去安排好了 我们申请中需要用到的大大小小的这些文件和内容 那么在等待offer的过程当中呢 一般都是非常紧张的 那么不只是Mary同学紧张 Nikolas老师也是非常的紧张 那他还记得当时收到这个派提offer的时候 是纽约时间的凌晨三点 那在国内呢 应该是咱们国内的下午三点 当时收到这个offer的时候 Mary同学和Nikolas老师都一样的兴奋 都非常的高兴 对吧我其实非常能感受到Nikolas老师刚刚分享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也记得之前在Oliver的申请过程当中 他每拿到一个offer 我都非常的为之振奋 对吧觉得这都是孩子的成就感 也是当时我们导师的成就感 然后另外还有另外一个点 Nikolas老师想跟大家分享 Nikolas you said another point Yes I have one more thing I know Oliver was mentioning about some of his skills that he learned through this process especially having worked with you You know Oliver spoke a little bit about independence about essay writing interview skills Honestly through this process It just gives you a jumpstart and a headstart for college A lot of these processes for independent schools for day and boarding school is just as parallel for what it is to college And so just being able to do this process understanding you know how competitive it is understanding the work ethic the amount of sacrifice it takes to get into these amazing schools that both Mary and Oliver have gotten to it just prepares students for the college level when they are applying for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ss So this really is a jumpstart through and through It is I definitely agree 是这样的哈 另外呢Nikolas老师 对于刚才Oliver同学分享的 他在整个申请过程当中 得到的一些技能上的提高哈 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比如说孩子啊 怎么样去来独立的去完成这些东西 在我们的指导之下哈 那对于孩子的独立性啊 责任心都是一个很好的培养 那么另外呢老师也想说 那么申请私立学校 私立高中私立中学 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跟大学申请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孩子有通过 这个申请私立高中的过程当中 学到的这些技能 其实以后还是会用到 申请大学的整个过程当中的 那么孩子的这些辛苦付出 然后孩子对于时间的这些 安排等等的这些的能力呢 也都是啊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长期 会有这个rewarding的一件事情 那么另外呢 也可以提醒一下各位家长 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 您的孩子会早一些 开始我们的这个心情的准备 因为其实越早开始呢 我们越有时间 我们的各位导师 可以帮他去做这些计划和安排 比如说背景提升呀 或者说提前去培养他的这个 写作技能啊 面试培训技能呀等等的 那么通过这个长时间的接触 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 孩子的性格特点 去帮他更有针对性的进行 选教还有得效的整种策划和规划 OK 那么我们刚才问到了 这个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让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学生的访谈的部分 那么在整个申请的过程当中 Mary同学和Oliver同学 你们碰到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 以及你们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So what is the biggest difficulty you ever faced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how did you overcome it So do you want to have nervous words? OK 所以我碰到其中一个困难是 怎么样用非常和气的语气 来催你的老师 帮你写这份推荐信 比如说我有一个老师 写那份推荐信花了整整一个月 然后是最终在1月14号 也就是截止日期的 国内截止日期的前一天 把推荐信发给了学校 所以我其中学到 就怎么样给老师写email 怎么样让老师 怎么样让老师帮你写这份推荐信 然后其中你不能透露给他 说你非常急 你非常的对他非常生气 因为他很久 他花了一个月都没有写 所以我学到怎么样 就是用非常正式的email形式 让老师帮我写推荐信 其次我觉得我碰到的一个 比较困难的事情是时间管理 因为我每天就是一周放学 要有五次游泳训练 所以然后我每天 每周有两次和 Nikolas的那个Zoom会议 所以我还其中我还得准备SSAT 准备面试 然后写那些文书 所以我在申请的时候 还得空出来一些时间 就是专门为我这些写文书 准备面试来做出 来层出一些时间 所以同时我觉得 这个也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忙到很晚 当然这也让我学到了 怎么样更加好的管理我的时间 比如说列计划 然后给自己准备一个时间表等等 非常好 我觉得这些有计划 这样子的技能 以及都是我们的这种软技能 对吧 有计划有条不紊的 去做这些事情 OK 非常好 谢谢我们每个同学的分享 OK 什么 about you Oliver Yeah so for me the biggest difficulty I'd say was also time management because I was already like really busy with schoolwork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I had to balance all of the work all of the work I had from like the extracurriculars at school with the application stuff so like essays and preparing for interviews and it was kind of overwhelming at times but I learned that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like plan everything out and like set goals for yourself so like every day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get done so that this way you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on time so for example one day like if I know that I have some like extra time I would spend that time like writing like a certain part of an essay or like preparing some interview questions yes of course I think that's exactly what you did and I think you learned a lot from it 是这样的 Oliver同学呢 刚刚也分享了 关于他时间管理 这个方面的 碰到的问题 以及他的提升 那么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 Oliver同学呢 他其实有非常多的 兴趣爱好 比如说像是游泳啊 等等的 对不对 还有他的一些 乐团的排练啊 那么在申请季当中 其实我们需要孩子 参与的这些工作 是非常多的 而且很繁复 比如说我们的 写文章 然后还有我们的 模拟面试 等等的东西 那么孩子当时 在这是他在当时 申请的时候 碰到的一个难点啊 那么在这当中呢 孩子学会了 怎么样去 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 他会写下来 他每天上去做的东西 或者说把他提前 需要去完成的内容 比如说学校的作业啊 以及他申请当中的东西 都会提前的 在日历上面标注好 这样子的话呢 他也会提前知道啊 我需要做哪些事情 我有哪些东西 是快要到 节日期了 deadline的 那通过这样子的锻炼呢 孩子也成功提升了 自己的这个 时间管理能力 很好地完成了 我们整个的 这个申请流程哈 OK 那么谢谢两位同学 刚才的回答 那么接下来 我们想往让两位同学 来介绍一下 自己的这个 申请的历程 so could you please describe the application journey overall you know what Sunny I actually have one point I wanted to make if that's okay oh yeah sure 是这样的 和 Nicholas老师 想提前分享一下 他的一个想法 yeah sure go ahead yeah so it seems like both Mary and Oliver spoke about time management you can imagine that the number one biggest difficulty within this process is time and that's why here at inamerica we're always really saying the same thing when you start really matters if you start this process pretty late and that can be December that can be January and even later then that just means the process is much quicker it gives you less time to prepare the earlier you start it's always the better it just allows you to just take your time a little bit more in terms of planning out your essays in terms of scheduling your interviews just in terms of making the admissions process a little bit more relaxed for you it's not going to be super relaxed but still at least things will be a bit more spread out for you and your expectations and your schedule can be managed a little bit better so that's something we're always preaching here yes exactly that's also what I commented on ear he这样的 ha Nikolas老师 刚才听到 Mary还有Oliver 同学都分享了 关于时间管理的重要性 也希望强调一下 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申请 那么有可能是比较早一些 对吧 也有可能呢 到当你申请期的12月 那么如果是12月开始呢 那整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快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准备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的这个 孩子的压力也会更大 同时我们准备的也就没有那么充分了 那么Nikolas老师也是希望 建议大家啊 我们越早开始 其实是越好的 我们可以去啊 来培养孩子的这个习作能力 慢慢的把我们的文书 还有面试准备 面试安排 都可以安排的稍微松散一些 那么如果孩子啊 有了这样子的准备和我们的安排计划之后呢 他的整个流程会更加的顺利 同时呢 孩子会相对轻松 当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轻松哈 他们可以相对轻松的度过这个申请季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然后后来 came up with like a list that of schools that I thought would be a good fit I scheduled some tours so that way I could like go to the school in person and get a better feel and after that like I kind of came up with a final list and from there you can start work I started working on the essays and I'm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s um yeah and after that i scheduled the interviews um went to those and afterwards i wrote thank you emails so yeah it's basically just like um finding schools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scheduling tours and then working on like the application materials so like the essays in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s and um going to the interviews so yeah yeah thank you uh是这样的话 oliverr同学呢大概把他的这个整个申请流程比较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首先呢我们团队有帮孩子还有家长一起去做这个学校的调研对吧school research 那么孩子呢自己其实在我们的指导下也做了很多的项目调研和研究啊具体的一些学术项目呀或者是课外活动项目呀他都了解了很清楚了 对吧所以呢我们当时有确定了一个他的这个基础的选项名单那在此之后呢啊孩子和家庭有去到访校 对吧他们在不同的学校去看过校园的环境更好的可以了解学校的生活之后呢他们在有了这个体验就最终确定了我们为他申请的后续为他申请的学校哈 那么在我们确定了学校名单之后呢我们就有带着oliverr还有oliverr的爸爸妈妈一起开始进行学生文书和家长文书的这个撰写 中间头脑风暴呀然后让孩子去教他怎么样去最好的表达出他自己的故事呀 以及后面的这个编辑和润色等等的我们有帮助家庭一起去完成 以及我们还做了这个面试的策略面试的安排然后后面在面试结束之后呢也会提醒孩子去写这个感谢邮件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内容哈 so what about you mary mary你你可以来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申请经历吗 ok 所以我来分享一下作为international student申请 跟本地申请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是在上海这里申请的所以要多出几步呃相比于在美国申请 所以首先我是在九年级的暑假因为我是十年级申请的嘛 我在九年级的暑假呃把托福考掉了就在国内申请你还得考托福 所以所以然后我考完托福以后我再开始了就是oliverr所说的申请的方式就确定学校 然后我记得当时呃我和我妈妈是和international的老师有一次会议 然后来来一起决定我就是想参加学校的我想申请的学校 然后因为我在上海然后当时在疫情隔离 所以也不能去也不能去参观这些学校 所以我就用学校的网站他们有个功能就是呃可以看一下学校的地图 然后你可以点进去360度看一下学校的环境 所以我就呃没所学校我就稍微这样子看了一下 然后看一下他们的介绍等等呃 然后接下来就是写文书准备面试呃这这几步就差不多 然后我当时是每个星期因为我参加的就我呃 跟in america开始准备的时候时间也比较晚了 所以我就是当时是比较忙的 我大概每周有两次呃会议和那刻一起准备呃 一起准备面试等等 然后当中我还考了一次就是也是在中国的学生需要考的一个考试就是维利克 verican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也准备了这场考试 然后在一个周末把这个考试考掉了 所以总之这整个过程也是比较忙的 但是最终还是感觉很有成就感 嗯 非常好哈 谢谢mary的分享 那么整个过程您刚才也说到了对吧 确实整个时间比很紧促 然后同时呢 呃要prepare的东西很多 尤其是刚刚你说到的很多个考试 还有刚才mary说到的verican 其实这个是呃 针对咱们国际学生需要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考试 对吧 本地的学生是不需要的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想聊一下呃 为什么你会申请走读学校 或者说为什么你会选择技术学校呢 这样有什么一些特别的考虑哈 so why do you apply to day school or the boarding school how did you make the choice right so 呃mary 你这个问题想先来回答一下吗 好的呃 我申请的学校就是我当时只申请寄宿学校 所以我就是申请寄宿学校 然后同时我觉得技术学校也能很好地培养我的独立能力 然后我可以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交到朋友呃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然后其次我就是其他国家的人交流的经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呃 experience吧 嗯 没错的哈 美国这边的技术学校呢 其实它都是非常多元化的 而且呃 很多学校呢 它都有10多个或者是20多个的国家的学生 都会在这个学校进行读书 所以说 mary刚刚讲的 有这个国际化的多元化的经历确实是技术学校 可以来提供到的哈 okay so what about you Oliver so why did you choose boarding or day school so for boarding schools you have to be like a lot more independent because like you're kind of on your own like you might not always have your parents to rely on so I chose boarding schools because I really liked the fact that I can learn how to be more independent and live on my own so and for day schools I applied for some day schools because I really liked the programs that they offered so I think when choosing between day and boarding schools you have to consider whether like you want to live like more independently and you also have to look at the programs that the schools offer yeah that's really good 是这样的哈 那么在Oliver同学的这个回答之前 可以先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Oliver同学呢 它是走读学校和技术学校一起去申请的 它是一半一半的 那么Oliver刚刚也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选择的是走读学校 那么你可以有一部分在生活上面比较依赖家庭 对吧 你还是跟家里人住在一起 那么只是白天去学校读书 然后参加活动等等的 那么如果你选择技术学校的话呢 那么你就会有更多的独立性 因为你要依靠自己去跟你的同龄的孩子们住在一起 对吧 你就对于的独立性呀 个人自理能力呀 都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那么Oliver同学呢 他是说他之前会 就是选择这个走读或者是技术学校 是因为他其实更看重于学校的设置 对吧 他的学校的项目设置 比如说课程设置和课外活动 是不是他喜欢的 然后通过这个来选择了一半的技术学校和一半的走读学校 然后刚才呢 Nikolas老师也说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希望在这个问题一起分享哈 So Nicholas Do you want to ask something here? Do you want to go home every single day? Do you already have family in the States, for example, where it's just easy to just be in their location? Do you like the separation of home versus school? That's normally a big factor into a lot of students choosing a day school But as for a boarding school You'll oftentimes see that those students are looking for a little bit more of that independence They're looking for more of that responsibility, as Oliver already said More importantly, they're just looking for that new experience I think, you know, when Mary and I were doing a lot of these conversations She was always like, you know, I've kind of been in the same area The same school for a good amount of time I'm excited to really venture out to see new things To see what's really out there And at a boarding school, even more so I believe you will really learn more about the world around you But also just about yourself Doing laundry, time management, maybe even cooking Some of those little things, you know, that eventually you learn when you're an adult You get to get a head start now So that's just a big question you should definitely ask yourself When you're kind of deciding between day versus boarding Yes, of course I'll do the translation I'll do the translation I'll do the teaching I'll do the teaching I'll do the teaching Yeah, they're just like Hey, yes And there's a big deal Thomas Cómo Hall 或者说有一个新的地方新的体验呢 Merry是说她确实已经在一样的地区 对吧在上海已经待了很久 那么她也觉得自己准备好有一个去到新的地方 有新的这个探索 并且有下一步的对于个人学习和生活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孩子如果选择继续学校呢 也一定要想清楚 他会学到很多一些各个生活方面的技能 还不只是学习 比如说他要自己去洗衣服呀 他要做好时间管理呀 还有可能会做饭对吧 等等的 其实成年人才需要的技能 他可以提前一步 先在他的高中期间 就完成了这些技能方面的学习哈 所以说呢 一定要在选择学校之前来问自己说 啊你什么是你们想要的 什么你们家庭以及孩子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Anything else you want to add That's it OK 好的 那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访谈的问题哈 Why did you choose the schools on your school list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对于两位同学 刚才其实有一点点提到的哈 那你是在选择这些学校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确定你的选校名单的呢 So Oliver do you want to go first for this one Sure So I chose the schools on my school list based on the programs that were offered So for example since I'm a swimmer I made sure to choose schools that had like a strong swim team with good coaches So I would get better at the sport I'm also really interested in art and computer science So I also made sure to look at the art and computer science courses that are offered So that way like I would also be able to develop my skills in those fields as well Mhm Yes That's exactly what we did Right 是这样的 Alter同学当时他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呢 我们团队有跟他一起去进行学校各个的课程 以及课外活动项目的这个调查研究 比如说呢 孩子非常喜欢游泳 并且也有了八年多的这个游泳和游泳竞技的经验 那么他就一定要选择这些学校 一定是有一个很强的游泳队 并且呢 还有非常经验丰富的这个游泳教练 那么另外呢 孩子也说了他非常对于艺术绘画呀 还有就是计算机科学 还有编程这方面都很感兴趣 所以他也希望学校有很强的艺术项目 课程 然后也有CS后面的一些选修课 可以让他去发散自己的这个学术兴趣 然后继续积累他的学术这个方面的能力和知识 OK 那Mary 您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你是怎么确定你的学校名单的呢 我其实也差不多 就是我首先看学校的时候 我要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一个很强的游泳队 比如说拍地他就游泳队就是非常强的请 那时候我也看了他们的呃跟Oliver一样看他们的一些programs呃比如说他们有没有可以当志愿者的呃program或者他们有没有一些俱乐部是我感兴趣的比如说辩论呃那个模拟联合国这些呃我比较感兴趣的东西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呃有没有这些课程和这些俱乐部 嗯好的好那看来还是有一些呃共同性的对吧 比如说您和Oliver都在这个学校的项目啊俱乐部啊社团啊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和调查 所以这里呢也想跟各位同学和家长来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提到开始这样子的过程 那么孩子其实可以有非常充分的时间去了解这些学校对吧在确定选校名单之前我们可以跟孩子多次的进行这样子一对一的meeting 然后我们通过这些会议呢其实可以帮助孩子去学习怎么样去做学校调研怎么样去选择自己心仪并且最适合自己的学校 ok um so let's go to the next question so why did you decide to enroll in the school 你为什么会在这么多学校的选择当中决定啊来加入你现在准备去的这所学校呢 对吧那啊玛丽同学要不要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去拍地呢 哦之前说过选拍地也是因为他的游泳呃program非常的强 因为他跟其他学校不太一样拍地他游泳因为有三个三个season 然后拍地他游泳是三个season都有的在可能在其他学校你必须要三个三个选不同的运动项目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想要就比较专注我的游泳 所以我选择拍地也是因为我觉得拍地可以更加让我的游泳方面得到更加好的发展 其实呢我跟拍地面试的时候我也认为那个面试官我非常喜欢他 呃然后他的他非常的他对我我和他的聊天呃我聊得非常开心 然后我觉得我也觉得他很呃他对我的经验和我的兴趣爱好非常感兴趣 然后同时我跟那个游泳教练游泳教练呃meeting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游泳项目非常专专然后那个教练似乎呃非常就是从很久以前 他就好像从小游泳一直到一直从小游到大也是跟我差不多 然后我觉得他对作为一个教练来说训练的方式训练的理念也很专业 嗯非常好哈这个确实一个学校三个赛季都有游泳 这个不是所有学校都可以offer的对吧 所以这个确实是他的一个不同之处 而且就像刚才啊mary讲到的跟教练之间的沟通 还有交流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你可以直接去了解到那未来如果你进入这个学校 如果你加入他们学校的游泳队 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对吧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沟通的信息哈 OK so what about you oliver why did you choose to enroll in horisman um yeah so I decided to enroll in horisman because um of their really strong academics and art programs um it was really difficult choice for me because I really liked all of the schools that I got into like um I considered all of them like for example petty like mary said they have a really strong swim team and it was really tempting for me because as a swimmer I really want to get better and like knowing and being able to swim for like all three seasons was something I really wanted to do but when I like considered the academics and like the other aspects I think the horse man like overall was still the best fit for me 嗯嗯嗯嗯 yeah I definitely see that 是这样的 刚才oliver同学说他决定去horisman或瑞斯曼中学 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他拿到了这三个都是非常顶尖的学校的录取 并且oliver也说就像mary同学讲的那样 patty他有三个赛季的游泳 所以说全年孩子都可以作为游泳队的一员去进行啊游泳训练和比拼 那对于oliver来说他非常喜欢游泳 其实这个offer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吸引力的 对但是呢他对比了一下整体的全部的这个学校的一些项目的设置 比如说学术性啊啊 这个课程设置啊以及各个方面的一些因素哈 他最终觉得霍利斯曼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好最好的fit 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啊 所以这也是他后面选择就是加入了霍利斯曼的一个原因 ok 那么谢谢两位同学刚才的分享 我们接下来呢啊 进行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认为in america团队是怎么帮助你的呢 那在你申请的期间你的顾问老师还有整个团队 有怎么样去帮助你的这个申请流程去助力哈 那么达在英美国人员呢 有没有帢务票吗 在你公司里面的变成功能呢 那在英美国人员呢 和你认为in america的内容有有声音量 但是我认为in america的那个中心 有时候还有人员呢 所以沉像去认为你 对于你在转这时 接下来 对于一 clar like helpful at editing them so like my essay sounded better and they would like convey my ideas more clearly um and i think the other way that they helped was helping me prepare for the interviews um so every week um i had a um interview preparation session with sunny and i think it was really helpful because we went over different strategies that i could use to help myself sound more confident and more prepared um and i was also able to prepare for some questions so like even though on the actual interview it might not be like worded the exactly the same way like i would have an idea of how to answer them and how to like tell my stories clearly and yeah i think that's really good thank you uh she's john oliver uh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他认为 in america 团队啊顾问老师们对他的申请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那么我们他主要 分享了在两个方面我们对他的影响以及支持哈那么首先呢他说了是关于 文书的方面啊我们在这个文书的编辑润色这个方面都是有非常非常专业的文书团队 老师在去做的哈那么我们帮他去做的从前期的从小风暴到后期的这个编辑润色都让他整体的他的思想他对于啊他这个申请文书中间想要讲述的故事 那听起来啊整个措辞呢都非常的好并且呢对他来说他的想法也都被表达的非常的清晰很流畅但同时呢又听起来像他 对吧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那么另外呢在每一周啊 奥勒尔同学都会跟我一起来进行这个面试的准备工作 那么在每一周的这个练习里面我们会进行一些啊面试策略呀思维逻辑方式啊面试回答结构呀这样一些啊的讲述和讲授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练习一些经常会问到的面试问题 那么据奥勒尔同学所说其实这些问题啊不一定会全部都以一样的方式被问出来 对吧但是呢回答的内容其实也就是差不多那些 对吧比如说一个问题他从一个方向问和从另一个方向问 他其实你可以准备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嘛 对吧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呢他也准备的非常充分 并且通过我们给他安排的多次模拟面试也让孩子提升了自己的自信 让他能把自己这个非常好的一些小故事啊 还有他的成长经历啊用一个非常自信非常呃 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去讲述出来哈 那么好的那呃 Merry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经历吗 啊in America 团队是怎么样去帮助你的呢 呃我觉得我也觉得在是在面试方面in America 真的给我起到了巨大的帮助 呃比如说我记得在准备的时候呃 Nikolas 他是发给我的一个文档 上面有所有学校可能问出来的问题真的非常的全 然后我当时准备了每个问题准备了几个点 就是你可以讲的几个点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非常有用 因为这样就有东西可以让你准备面试嘛 然后同时我记得我考Viricent的时候 维利克是呃是有一个以前在维利克工作的老师 帮助我准备所以这个就非常有帮助你知道吗 就是他以他非常了解维利克所有问出来问题的格式 然后维利克就想要看你怎么样回答 所以我记得当时我是跟他有一个模拟面试 然后然后这个模拟面试他就帮我指出 那个老师以前在维利克工作的老师帮我指出了很多我可以改进的地方 然后最终我也是在Viricent上面拿到了五点九的分数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我认为我就我收到这个分数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惊喜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老师可以帮助到我 呃看出来我的一些缺陷然后帮我改进 嗯对的非常好哈 维利克这边呢 Merry同学也是经过了非常专业的这个辅导 然后同时得出来的这个分数我们其实都为你骄傲 对吧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分数 OK所以 Nicholas do you have something to add here Yeah I actually have a good amount of things to add I'm happy that I'm happy that Mary and Oliver went first I actually have to take a few notes on this one but I'd probably say you know as a consultant you know the top two things that we really do that makes an impact on all of our clients and our families is one the interview prep and of course the essays Oliver already mentioned the essays already but as consultants our jobs are really to brainstorm with the student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nswering the question rephrasing the question being able to answer it with enough detail but also adding in their own creative approach to each one of these essay prompts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are doing as the consultant doing brainstorming revising editing even adding in a creative lens to each one of these essay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stand out and then of course submitting them all the same you've already heard a lot by now but interviews is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that happen here and that is really the consultant's job to just run away with that the consultant is assessing every student every case and seeing their skill sets what do they bring how strong are they in terms of interviewing some students are already coming in and they are strong which means that maybe we can assess them we can give them a little bit harder questions see how quick thinking they are that was honestly what happened with Mary and I Mary came in she was good to go so we kind of had a little bit more flexibility in terms of some of the questions but in general interview prep is one of the big things that a consultant will make sure that they're doing with your student every single week to make sure that that consistency is key I'll let you translate that Sunny and then I have two more things yeah sure I will do the interview and ask it first is that how 刚才 Nicholas老师 也跟咱们分享了一下 在这个申请期间呢 面试的准备 以及这个文书的准备 其实都对于孩子的 这个申请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作为顾问老师来说呢 他其实在每一个学校的文书 都有跟Mary一起去进行头脑风暴 然后呢会帮助他 一起去添加细节 而且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呢 他也会确保孩子 不仅是回答了 用正确的方式回答 并且还有一些 非常有创意的方式来去回答 或者说思考这样子的这种文书问题 那么另外呢 除了从小风暴之外 我们也会帮助修改呀 然后还有润色啊 整体文书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那么在面试的这个方面呢 其实每一个顾问老师 都会去非常专业的评估和衡量 孩子已经有的一些面试能力 还有语言表达的技能 那么就像刚才 Nikolas老师说的这样子 我们会根据孩子 就是这个面试者 他目前的能力 然后来决定给他做一个 什么样的面试准备的计划 比如说像是Mary 他其实在加入我们团队的时候 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就很强 其实他可以很好的 去讲述出自己的一些小故事 那么这个时候呢 Nikolas老师就会给他相对 困难一些比较有挑战力的 这种面试的问题 然后来每周 在每周的跟他的培训当中 让他有一个更好的 对于自己面试技能的一个锻炼 OK, yeah, let's continue Perfect, and I know that we're starting to get a little bit closer to time so I'll start hurrying a little bit more but two more things just one, you know as a consultant we make sure that we're keeping our students on schedule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you are going to see we talked about time management earlier we're making sure that listen, we know when the applications are due we know when the deliverables need to happen we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terms of the checklist so therefore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students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Mary and say listen, we need to have this done by December 1st for example to make sure we have adequate time to complete everything that's needed so that is one of the other impacts that a consultant will have just keeping your child on schedule especially if you might have a child that's a little bit disorganized a child that you know they need a little bit more of a push that is definitely helpful and then just last but not least mentorship you know just being able to have that consistency having someone who has that expertise who you can speak with who you can talk to it is not just about interview prep it's not just about essay prep it's also about just regular things that is happening in these student lives whether that's about hey, what's going on from an extracurricular standpoint what's going on in terms of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maybe what's going on from a social standpoint in the classroom these are all conversations that we will have all the same I'm not saying I'm a therapist but I am saying you know I am definitely someone who you can talk with and share any concerns and just having that daily that weekly check-in is something that we're also doing yeah, of course I feel strongly about the companionship like the mentorship that we provide and I will add on for that thank you, Nicholas 是这样的哈 Nicholas老师 刚刚跟我们 又分享了两点内容 在申请的期间呢 首先我们作为顾问老师 会让我们 每一个申请的孩子 都把他们的 这个申请的计划 申请的日程 变得非常的清晰 我们会帮助孩子 进行我们刚刚说的 时间管理 与此同时呢 我们会关注 每一个戒指日期 不管是说 学校的申请戒指日期 还是文书啊 推荐信啊 成绩单啊 等等戒指日期 我们都会持续性的关注 并且保证孩子 在截止之前 提交齐全 我们这个申请计划表 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老师刚才也说到了 我们对于孩子 不只是申请 这一件事情的关注 我们是会陪伴孩子成长的 作为孩子的导师 我们的这个mentorship 导师的这个状态 或者说导师的这个身份 其实会润无细无声的 在孩子的每一个生活 和学习的细节当中 都会体现出来 那么我们对孩子 并不只是说培养他的这个文书技能 或者说只是在培训他成为一个合格的面试者 我们是希望可以在他的课外活动方面呀 学校的社交方面呀 课堂的学习方面呀 都可以对他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和指导 那么这样子的关注呢 是非常一对一的 对吧 是有针对性的 并且呢 也是非常consistent的 我们是持续性的 那么对孩子有这样子的 长期的关注和指导 还有对他成长的陪伴 对他的这个学习生活上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影响 OK So thank you Nicholas and the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一个问题哈 What is the piece of advice for students who are applying to a US private school no matter day or boarding 对吧 那么对于Mary同学和Oliver同学来说 如果让你们以过来人的身份 去给这个现在准备要去申请 美国私立学校的同学一个建议 你们会说点什么呢 那么首先Mary 我觉得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有很多人和家长和同学 他们在看申请哪些学校的时候 非常非常注重注重排名 他们觉得我必须要去排名很高的学校 比如说前30前20 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加重要的事情是 你是否这所学校是否适合 就比如说我在申请的时候 选的是游泳比较强的 就你要看一下这所学校 他给他的课程和他的program 他是否可以 是否跟你的兴趣爱好是相符的 然后你在这所学校是否可以发光 是否可以就stand out 然后 对 好的 我们期待吧 谢谢Mary 所以,什么方法你们 Oliver? я agree with everything Mary said в addition to that I think another piece of advice I would give would be to start early そう this way you'd have more time to study for the tests work on your essays and prepare for interviews and also um another piece of advice would be to manage your time properly and set goals for yourself so this way you'd be more like motivated and you won't be as stressed out yes of course 那么 Oliver刚才提到了其实有两点建议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早点开始 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有时间来学习你需要用到的考试比如说SICT这样的 标画考试那他的这个学习和计划呢都是要提前进行这样你才可以有 时间去上这个辅导课程当然我们团队也可以帮您去找这样子的 辅导老师哈那么在辅导之后呢可能还需要安排时间 进行考试然后对于考试成绩进行评估然后看看是否需要 再次进行考试那么面试准备和这个文书的准备 其实也都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另外一点刚才Oliver同学提到的呢 就是关于一定要进行好的时间管理并且去设置 一些不同的小目标对吧比如说这周你需要完成什么 下一周你需要完成什么这样子的话呢你才可以在这个申请期期间呢 去按时并且高质量的完成你的这些小任务 嗯ok so thank you for mary and oliver to um participate in our um the student session 啊谢谢oliver和mary同学来到我们学生的这个 啊录取经历分享这样子的学生访谈的环节 谢谢两位同学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导师的环节 但是我们会啊把导师的环节尽量的去啊进行的快一点哈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点时间有一点临近了 so nicholas i was just mentioning that we will um cut our consultant session um like to make it concise and short so that will save some time for our audience 那么是这样的哈那么在我跟oliver一起去申请的过程当中呢啊 啊其实我是针对他的这个孩子的情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这样的训练 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背景提升方面我们有一起针对于他喜欢的艺术对吧 art有帮他去做一个art portfolio就是他的这个艺术的设计的网站 那么总结了他之前的这个啊艺术方面的比如说像是雕塑啊 或者是绘画呀等等这个方面的啊作品集 并且跟他一起去整理整合了他在这个方面的啊艺术的技能以及热情 还鼓励他去进行这个领导力的提升去开设自己的社团等等 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呢其实也是oliver已经提到过的哈 在这个语言表达技能方面还有这个面试方面 我们都帮助他提升自信并且用成熟的这个思维逻辑和思考方式 还有呢用他的这个模拟练习的模拟面试的练习 还有充分的准备帮他在这个面试方面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提升 那么在文书的准备方面呢我们团队其实在每一年的夏天都会有这个写作的集训营 所以如果您加入到我们团队这边的申请流程上面 也欢迎您的孩子来参加我们的集训营 来一起提升这个文书的写作能力 然后呢我们会跟他一起去啊通道风暴 一起去进行这个文书的编辑和学习 然后从而帮他进行这个文书和写作能力方面的这个提升哈 那么另外呢咱们Nikolas老师这边在Mary的申请过程当中也帮到了他很多 那其中有一个我希望跟大家提到的一点呢 就是刚才Mary说到的这个American方面的面试 还有我们overall整体的面试 那么Nikolas都帮他准备了很多 但Nikolas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like the key points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that you had with Mary? Yeah so I would say just really quickly you know as soon as Mary onboarded with me you know you kind of already see that Mary is a strong candidate that's something you kind of se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Mary is a competitive swimmer has been doing that for a good amount of time for practically her whole life she also dabbles in debate did some cross country and also had some pretty strong grades so when you look at Mary's profile in general she is strong I think in terms of Mary there were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I do want to mention just one being applying to 10th grade in general can always be a little bit trickier there's normally less seat availability there's a little bit more hurdles that you do have to jump over so I think from Mary's perspective while her profile was definitely strong there was just less seats in general for 10th grade availability which is something we had to keep in the back of our mind so I think as we were really kind of navigating the admissions process what we had to do was really two things one how can we make sure that Mary stands out so something that we did we made sure that Mary scheduled meetings with all of the swim coaches at the schools not only did she do interviews she also spoke with every single swim coach for the most part whoever was accessible so that she can have almost a second round of vetting a second interview to make sure that she was pretty much that she was also seen by someone in the extracurricular standpoint so that was something we wanted to do just making sure that her profile just jumped out a little bit more and then you know in terms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we wanted to just make sure that we develop the school list that fit Mary's profile I know that this was already mentioned earlier but developing the school list is very important a lot of families will look at rankings and sometimes nothing else I think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re always deciding on the best fit and that's something I would say when you look at Mary's case you will see that all the schools that she had in her school list were all based upon her reaching out and wanting to swim her wanting to continue her competitive swimming career and just having those resources to just move forward and reach her potential those are two things that we really di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Mary stood out in this process I can speak a lot more but I'll stop on that for at least for tonight Okay, sure Thank you Nicholas 是这样的 很快的帮大家来翻译一下 Nicholas老师说呢 在首先跟Mary申请的期间呢 大家他一看到Mary同学的 这个基本情况 就已经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这样的一个申请者 尤其是他在这个辩论方面 还有这个长跑方面 还有在游泳方面 都有非常好的 这个兴趣爱好 那么他也希望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对于十年级的申请来说 一般情况下 都没有那么多的学位 因为美国的高中 是开始在九年级 那么九年级呢 他相对来说是一个 比较多学生 会进行一个入学 所以说九年级的这个学位 一般都会比十年级的 要多一些 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是 Nikolas老师 帮Mary去安排的呢 就是让他跟每一个 申请学校的游泳教练 都进行了一对一的见面 那么这样子呢 其实对于Mary来说 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可以去了解学校 同时也让学校 在课外活动 就是游泳这个方面的 教练老师 可以更好地了解Mary 对吧 除了呢招生班的 面试老师之外 Mary跟这个游泳教练的 交谈也让他的这个 整个申请当中 帮他去脱颖而出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整个 这个选校的过程当中呢 Nikolas老师也想提醒大家 那么一定不要说只看中学校的这个 整体排名 而是我们要看学校的各方各面 一定是要选择一个best fit 就是最适合孩子的学校 有孩子喜欢的这个学校项目 有孩子喜欢的课程设置 并且呢 也可以让他在这个学校 继续去发光发热 对吧 那么谢谢Nikolas老师刚才的分享 我们现在会进入我们的这个Q&A 就是我们所说的答疑环节 那么刚才我也看到了哈 我们的家长还有学学们 在我们的这个 Zoom面 Zoom聊天室里面 还有我们的群里都发了非常多的问题哈 那么我们也挑选了两个问题 可以来回答一下 因为确实时间比较紧张了哈 那么首先呢 就是有一个问题是 你们是否可以评估一下 孩子是不是有机会进入Horisman呢 So how do you evaluate if our child can get into Horisman 对吧 So Nicholas Do you want to take a leave for this question? Yeah So I mean What we will do as consultants You know As soon as you know We have a case As soon as we have a student Is as a consulting team We evaluate the whole entire profile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we're doing There's a lot that goes into this process Looking at transcripts Looking at recommendations Looking at maybe how your teachers perceive you Right We're also looking at Sometimes a student's writing Sometimes the writing sample That will come in And then if we're able to have Like a sort of like Early on interview Like a mock interview We'll look at those notes as well So before you know We can decide Where student will go We're always looking at The complete profile That we have We like to gather A lot of information Initially Just to see Where we think We would place that student Sometimes you know The family will come in to us And say Force man And that's a good thing You know what you want But it's also our job As a team To look at the profile And to determine the strength In Oliver's case He was a student That was very strong He had the extracurriculars He had a very versatile profile That after we made that evaluation We realized that Listen This is a student That will place well At a very prestigious school But I would say Short answer We're always evaluating Every single application Every single student And assessing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o decide how to navigate And move forward Yeah Thank you Nicholas 是这样的 Nicholas老师 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对于每一个申请者的 这样子的背景的情况 以及孩子的具体情况 我们都会进行 非常有针对性的 专业的评估 那么这些评估的内容呢 可能是成绩单 可能是推荐信 还有孩子曾经写过的 这样子的作文 或者是我们也会安排 这个模拟面试 来看看孩子的 这个语言表达能力 是什么情况 那么在我们全方位的 了解了这个孩子的情况之后呢 我们就会 对于这个孩子 有什么方面的优势啊 什么方面可能还需要提高啊 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就知道 那什么样的学校 是最适合他的 他可能可不可以 来进入 像是Horisman这样子的 非常靠前 非常有名 到这样子的私立学校 那么比如说 像是Oliver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 他的兴趣还很广泛 并且他是多才多艺的一个孩子 同时他的学习也非常的好 那么像是这样子的孩子 在我们了解他各方面的 这样子的能力 学习能力 还有课外活动的能力之后呢 我们是可以把Horisman 作为他这个选校标准之一 对吧 Horisman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但是呢他一定不是说 所有的学生 每一个学生都非常的适合 对吧 我们一定是要选择 最适合孩子的这个学校 OK Lest but not least 不好意思哈 我们这个时间确实比较紧了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What kind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can help our child get into a top school 那么在Nicolas老师分享之前呢 我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是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都可以帮助孩子 进到一个小好学校呢 其实我们这边一般是建议孩子 在自己的兴趣和热情的基础之上 把它去进行一个发扬光大 而不是说 好像很多人去打这个橄榄球 我们就一定要打橄榄球 不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美国学校一定是注重孩子多元化 全方位的发展 并且呢 希望孩子真正去做自己喜欢 并且有兴趣的事情 Nicolas, I kind of like answered this question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add in for what kind of extracurricular this child should do to get into a top school? Yeah, I think there is like no clear-cut formula in terms of that so I don't want, you know families to say oh, I need my child to do swimming because we have two swimmers here on this panel today that is not how it works what the schools are really looking for is one, passion and I think that just popped in right here in the chat exactly as I said that which is pretty funny but passion is pretty important you know, being able to be interested to be in that activity that you want to continue that you see yourself moving forward and in the future tha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wo, just really looking for consistency right? you just, you're not just doing swimming for one year throwing it away and saying okay, I'm going to try something new right? these schools are looking t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developed this routine think about Oliver think about Mary they've been swimming for so long eight years, seven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you know what that shows? that shows frequency that shows that they have dedicated themselves their bodies you know, their minds you know, their hearts to all of that related to swimming so that's something that they want to see to make sure that students are continuing with something it just shows that work ethic and that routine and then lastly I had something else oh yes, leadership that's something else that's equally important just making sure that listen, when you're involved in these activities that if there's room to grow then keep on growing if you have been just a beginner swimmer two years later now you're an intermediate swimmer now you're an advanced swimmer now maybe you're the associate or co-captain on your swimming team they're looking for growth they're looking for potential in you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o once again it's not about what activities you're doing it's about how you're doing it to what extent are you involved that's what I would say at least in terms of this answer Yeah, I totally agree 是这样的哈 Nicholas老师说 其实不是关于 我们做什么样的 课外活动 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去做 一个课外活动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 他分享了三点内容哈 首先呢 就是学校会看重 孩子对于 这项活动的热情 这个其实也是 我们刚刚有分享过的 就是你是否 有足够的热情 在这个活动里面 你为什么喜欢 你为什么愿意 持续的去做下去 对吧 那也是 going into第二点 就是说 关于我们这个活动 一定是要坚持 长久的去做 这个坚持是很重要的 就像您可以看到的 孩子去 Mary和Oliver 他们都有七八年 或者是以上的 这样的游泳的经历 那么对他们来说 游泳他们其实是奉献了 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经历 他们的这个 身体呀 思想啊 等等这些方面 都对于这个游泳 是有很大的热情 并且有这个奉献精神 他们愿意去投身 到这个游泳里面哈 但是呢 并不是说 今天您看到 有两个孩子 都很擅长游泳 您的孩子都一定要去游泳 那其实其他的活动 也是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篮球啊 足球啊 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学校希望看到 孩子坚持不懈 这样子的体育精神 以及的这种个人品质 那么最后呢 就是说 关于孩子的这个 领导力 这个上面的提升 那么您的孩子 可能才刚刚开始 做某一项运动 那么学校也希望 可以看到 他后面是怎么样成长的 比如说 他最开始是一个 校队的成员 后面变成了 校队的这个 队长 对吧 或者是校队的副队长 这些其实都是 学校可以看到的 孩子通过兴趣 还有课外活动 来提升领导力 从而呢 成为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 学校的 非常强势 而且还可以 推而出的 这样的一个 学校候选者 我们谢谢今天 Nikolas老师的时间 Thank you Nicholas Thank you Mary and Oliver 谢谢Oliver同学 和Mary同学的时间 那么我们今天的 这个 申请成功案例分享 我们就到这里了 然后也欢迎您可以来咨询我们团队 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这个群聊里面 去问问题 我们对于 您孩子未来申请私立学校的走读学校 和技术学校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帮您进行这个一一解答 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大家